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芝加哥捷運做开挖支撑所收集的数据 所决定出来的土压力的范围 就是说依照这个范围一塌的归纳 大概我们做一般开挖支撑所遭受到的土壤压力 不会比它大 也就是它那个最大 在各个施工的过程中都是如此 那下面课本上就列了这个程序 怎么样依照这个 依照这个 apparent earth pressure diagram来算 这个里面每一个支撑 横撑叫strut 这个well叫横挡 一个是横撑一个是横挡 一个是从侧面看 一个是从上面看 这个我大家还会再讲 这个课本里面讲的并不是很清楚 那你不清楚的状况下呢就会弯掉 然后课本里面没头没尾加了一个 他说最起码的这个这个横撑的垂直的间距呢 要大于2.75米 那结果他自己里讲的例子里面呢 2.5米 实际上工程上也没有规定 是2.75米 这个没有人乱讲 当然是越 这个垂直的间距是越大越好 你中间空间越大嘛 水平的间距也是越大越好 空间越大 但是呢 这个空间越大的话呢 间距越远的话呢 就越危险 那我等一下在这结尾上 给各位看一些 设计不良的话呢 或者施工不良 永远这个问题 在发生灾变的时候呢 这个两边都会吵 你这个设计不好 营造厂说你设计不好 然后这个负责设计的 这个工程师说施工不良 永远搞不清楚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所以你先 我说 你真要给一个最低的数字呢 是2.5米 但是不给也不好 不给为什么不好呢 我上前跟各位讲过 你们同学喜欢这个赖皮 反正我给你间距变成50公分 那怎么算一定安全 那我也不能讲你程序错误 只不过完全不实用就是了 你想想看一个开挖 每50公分一支凉 你还能做事吗 人都进不去了 对不对 剩下来的 我把这个图画出来之后呢 怎么样来建立 怎么样来计算每一个支撑 这里面包括恒撑 所受的力量 跟这个will里面所需要的设计的需求 那在课本上讲的方法是说 我们在每一个恒撑的这一点呢 最起码是内部的 把它切开来分两份 一份拜算上面 一份算下面 那只要是有恒撑的内部的恒撑 都算是一个hinge 算是一个简直的点 就是那个地方是没有moment 当然这严格来讲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连续的量嘛 对不对 你不管是看侧面也好 看垂直也好 从上面看也好 从侧面看也好 这都是一个连续量 连续量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支撑点都是连续 都是有moment 都是有利据的 这个你把它说当作没有利据的话呢 结果是比较保守了 好了这个后面 我们再来看这些保守的问题 我们先照课本上的讲法 说在内部的支撑点呢 这个strap的支撑点 我讲从侧面看 把它分一半上面一半下面 所以B这个就一半叫B1B2 对不对 C呢就C1C2 但A跟D呢 不是内部的支撑 所以不要分了 为什么 这样子你就够了 B1加A就是一个 静定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B2加C1呢也是个静定 所以每一个独立开来呢 就可以计算了 那你就可以算这个A 受的力量是多少 B1B2受的力是多少 C1C2受的力是多少 但是等一下 这里面直接计算的结果呢 A也好 B1B2也好 都是什么东西啊 都是力量 都是每一个墙的单位的厚度 就是说我现在看 只看侧面 只看从侧面看 每一个单位墙的厚度呢 这个墙所受到的力量 就在A这一层 或者B1这一层 或者B2或者C1 不管你算哪一个 都是每一个单位厚度 所受的力量 那以我们现在设计 都是用工资呢 也就是每一米 这个墙呢 所受到的这个力量 用Kn来表示 Kn 那我要把这样子一个数字 A变成在A这个阶层的 所受到的力量的时候呢 我就要乘上这个 从平面上来看 它的水平的间距 对不对 这个S要乘上A 才是这个 在A层这个strut所受到的力量 那B1也是一样 以此类推 然后呢 B1再加B2 就是B层的所受到的力量 C1加C2就是C层所受的力量 D呢 就是低层 这个数字呢 暂时性的 你原来计算好的 每一个单位厚度 所受到的力量 这个数字呢 不要丢掉 为什么呢 你后面还要用来算 这个well 课本里面 不晓得怎么搞的 讲了一半 well 没了 那这个没有不行啊 这个各位 你要是 这个 修了这个课 不能说 这个学一半 但还好 这个要去应用的话 以各位的本事 既然你们已经学过 结构分析 应该不难了 那我们再一步步看过来 好了 这第一层 最上面这一层 如果说你在粘土里面 做开挖的话 这一层呢 的深度 D1 不能够超过 Tensor Crack 这个张力裂缝 这个没问题 这我们前面学过了 有张力裂缝的话呢 那等你让地表裂缝张开来的话呢 那就不好玩了 这表示 地表里面的cohesion没有在帮你忙了 它裂开来了嘛 那这个时候的土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那这个你的支撑所有的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在还没有这个张力裂缝发生前 就要把支撑摆进去 怎么算 这个前面我们讲的土压力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好 所以这个这里面课本上列了一段一段的 这个我们上次上课应该讲过了 好 再重复 这个 简直重复 就是说 你先确定你的土压力 按照PAC的这个Apparent Earth Pressure Diagram 决定土压力 然后这个ABCD到底摆多少深度 是你试的 是没有人告诉你 这是你解答的一部分 真正的工程上 没有人告诉你这个ABCD要摆多深 除了A必须要比张力裂缝的深度要前以外 下面是多少 大概一般来讲从2.5米开始算的 如果你摆的间距太远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Stress所受的力量太大了 人家里面减少一点 那或者是水平的间距减少 或者垂直间距减少 那这都是你在可以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 你按照这个方法算出来的 都是每一个强的单位的厚度 所受到的力量 对不对 你要真正变成每一个Stress所受到的力量呢 你的B1加B2C1加C2加起来之后 乘上它的水平的间距 就是每一个Stress所受到的力量 那这一个原来的过程中 算出来的每一个单位厚度 所受到的力量这个数字 先暂时不要丢掉 那怎么用呢 这个课本上都没有讲了 我再跟各位讲了 这个在计算这个Wheel的时候呢 你需要这个数字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讲 好了 根据我这样的简化 我可以算出来这个 这个A啊 B1 B2啊等等 我刚刚讲过 单位的强的厚度 所受到的力量 这个在你们如果学钢结构分析的话 会讲到这个东西 你这个每一个Stress 恒称呢 相当是一个柱子 摆横了 柱子呢 这个A能够承受的这个硬力 是等于它的总共的力量 对不对 除上了横断面积 但是呢 不竟然如此 你说这个 所受到的力量除上横断面积 只要小于它的Yield Stress就好了 对不对 不会Yield就好了 但是当你这个柱子很长的时候呢 它还会Buck up 这个Buck up中文怎么翻 我都暂时忘掉了 有时柱子呢 并不是因为Yielding 而是因为这个太长了 所以会这个扭曲了 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说呢 在钢结构的这个分析里面 会告诉你 当它的这个Moment of Inertia I值有多大的时候呢 这个所能够承受的 所能够忍受的硬力 随着这个I值的降 这个I值还有它的长度 我现在的长度又要另外一个 叫LC好了 Column好了 随着这个I值跟LC而改变 这个越大 同样一个Moment of Inertia 反映出它横断面了 距离越远的时候呢 这个能够承受的硬力就越小 所以你这个开挖的这个距离 如果说很远的话呢 所以为什么刚开始 这个这一章一开始就讲到 如果说这个开挖两个墙的距离 很远的时候 这个Strape变得很长的时候呢 你中间需要这个Internal Support 那这个时候从侧面看 我会再加一些垂直的这个柱子 这真的是柱子了 把这些这个梁呢 把它绑住 让它不要buckle 好了 这个是一点背景的资料 你了解一下 这个既然上了这门课了 好 这个程序上 我就不在这边再念了 这个 所以我的Strape Load 对不对 我这个从平面上看过来 它有一个间距是S 刚刚算的这个A啊 B1 B2啊 C1 C2 都是每一个单位墙的厚度 所受到的力量 对不对 所以真正每一个Strape所承受到的力量 乘上它的间距S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那到底这个柱子 我已经知道它的大小 这个Strape 给一个钢梁柱子 能够承受到多少力量呢 是跟它的长度有关的 好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长度越长的话呢 它所能够承受的 它的硬力就会变小 为什么 在长度到了一个地步 它会buckle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课本上一开始 这个也没有讲到道理 这个当你这个开挖的这个 面对面的这个墙的距离 变大的时候呢 这个你就需要internal support 就是这个中间呢 再给它一个支撑 给这个钢梁 Strape一个支撑 让它不会buckle 好了 这是背景 好 那这个是讲Strape 那要计算这个sheet pile呢 这个或者是wood lagging 都一样 垂直的 现在刚刚讲的是这个Strape 对不对 要每一根Strape 横撑 要承受多少力量 现在算的是这一 每一个垂直的单元 墙的面 sheet pile 或者是这个soldier beam 这个sheet pile跟soldier beam呢 有两个不同点 钢板桩呢 是把整个面全部用钢板桩来支撑 所以你的计算呢 是只管每一个单位墙 又是单位墙的厚度 那个钢板桩需要什么样尺寸 对不对 过承受多少力量 当你是soldier pile的时候呢 所有的力量都是由这个soldier pile 就是冰桩来承受 那中间的木板呢 只是把土壤暂时挡住 局部性的 木板不承受真正的力量 所以夸张一点 这个是冰桩 从上面看一下来 这也是冰桩 对不对 是个h pile 中间也木板 上次给各位看过照片 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我们校园的后面 正在做 当然这个南门那边 那边现在叫什么 现在是family mark 旁边本来是个 机车停车的停车场 现在打掉了 变成盖一个宿舍 对不对 正在盖 已经盖了二三楼了 那当然现在开挖 可能已经拆掉了 没有拆以前 你就看看 就是冰桩 一根一根的h pile 打在地里面 中间是木板 那这个木板呢 这个木板本身不受力量 所以这个木板的间距比方说是这个 这个木板如果是S的话 这个冰桩承受的这个力量呢 承受的这个 这个横向的力量 就是涵盖 这整个的间距 所产生的涂压力 那如果是sheet pile的话呢 反正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sheet pile都承受力量 对不对 所以你只管的 就是这个单位的这个间距 好 我们就给一米好了 好 那这个soldier pile 如果它间距是三米 三米的涂压力所产生的力量 通通涂压力负责 了解不了解 所以soldier pile的话呢 所用的这个h pile 一般来讲会比这sheet pile要强制很多了 因为它所受的力量呢 又比soldier pile大了 好 活过头来 这课本上又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状况 它说呢 只有讲sheet pile 如果说你是用sheet pile 做这个垂直的强的话呢 因为这个sheet pile从头到尾都是sheet pile 每一个sheet pile都能承受很像力量 对不对 所以你算出来的这个 又是用前面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支撑呢 把它简化 对不对 你只要管每一个单元里面 它的最大的moment是多少 但是每一个单元都很好算啊 都是静定的结构 对不对 你就把它算出来多少的moment 那这个moment呢 按照这样子算出来呢 也是每一个单位墙的这个厚度里面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就以这个为例的话呢 我分成三块嘛 一二三 对不对 这一个算一个最大的bending moment 这一个最大 这一个算一个最大 然后我再用这三个里面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呢 把它加到这里面来 来选择我要的sheet pile 那这个计算呢 都是每一个单位墙的厚度里面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就以这个sheet pile而言的话呢 我们常用的工资单位 就是kilonewton米 应该单位是米嘛 每一单位米长的sheet pile所承受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kilonewton dash meter 那如果是sheet pile的话呢 你这个就不成立了 你这个只算了一部分了 这个程序 截至 这个 这一段为止都一样 一模一样 跟sheet pile计算一模一样 都算到 每一个米 所承受的最大的kilonewton dash meter 这bending moment 但是我的soldier pile这间距离是s 比方说 那你的每一个soldier pile里面 所承受的最大的这个moment呢 就是这刚刚的数字乘上一个s 对不对 刚刚这个 你的间距离现在米就不见了 所以乘上以后呢 你的数字就是一个bending moment 这soldier pile 有了解吧 好了 你要去选这个sheet pile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规格里面 都是每一个单位厚度 就是米的厚度 它所能够承受的bending moment 也就是说 这个 resection modulus 等于这个 一大堆都用s 这很讨厌 这个 最大的bending moment 除上section modulus section modulus 我们再加个sheet pile SP好了 咱们不要混在一起 就是sheet pile的section modulus呢 所得到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bending stress 应该比这个钢 所能够承受的allowable 这个bending stress要小 对不对 那一般的钢的话呢 这个allowable的stress 大概是170到210个mega pascal 左右 所以你这个规格呢 是在你的书里面都有 或者你上网 这个钢板状的这个规格打进去 它就告诉你 section modulus 等等 单位的这个厚度 重量是多少 等等都在里面 那这个最大的bending moment 是按照这个程序 你这个里面有这个好几层支撑 按照里面分开来的每一段做这个计算 把每一段里面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先找出来 然后这个再挑里面最大的拿来当你的设计 你会清楚了 那这个只能设计到完什么 所以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讲的怎么设计stress 每一个stress会承受多少力量 对不对 然后设计到这个垂直的单元 sheet pile 这个课本上举的是sheet pile 那如果是soldier pile的话呢 你算出来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再乘上一个这个soldier pile的间距 soldier pile设计的时候呢 所用的就是绝对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因为它就是一个 sheet pile是连续的 所以它是单位的厚度 所承受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所以你看这是你所需要的section modules 或者反过来 你把这个maximum minimum除上allowable stress 就是你所需要section modules 或者你反过来看 我现在有的这个材料 section modules多少 一除下这个stress会不会大于这个allowable 当然你算出来这个应该是比这个allowable要小 如此而已 好 还是有well 还好 那well是什么设计呢 assumewells are pinned at the struts 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pinned 这个我跟前面跟我讲过 这个前面算的这个 算strut的时候就会算这个 这要特别小心 不要搞乱掉了 在算strut load的时候呢 就会算出来这个a啊 b1 b2啊 c1 c2 d等等 在你直接算出来这个数字第一件呢 都是每一个强的单位厚度的瘦的力量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你算到这个a啊 b1啊 b2这些东西都一样了 那他又说了 好了 现在这个所有well 你这个有支撑的地方 有这个strut的地方跟well结束都是pin 都把它直接从这个strut的地方又切开来了 所以水平面上也切了 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减质量 那所以说我从上面看下来咯 现在这个是well 刚刚我们切的时候是切这个墙了 是这个wall 现在这个是well 然后呢 这两个都是strut 那这个呢 都是受一个均匀的受力 那这个受力呢 就是你算了半天的a啊 b1 b2啊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b的这个阶段的这个well的话呢 你就是b1加b2 对不对 在c的话就是c1加c2 那都是单位的厚度所承受的力量 对不对 那计算的是maximum bending moment 也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算减质量 wL平方除以8嘛 对不对 如此而已 所以well呢 也有了 这个well算是比较简单的 那 每一个你按照你的计算 每一层 对不对 在a的话就是a 原来就是每一个单位的厚度的 这个受的力量 b乘就是b1加b2 c1就是c1加c2 带到这个w里面去 这个l呢 就是你的间距 strut的间距 这样 除以8 好 你先注意到一个数字 1 1 除以8 等于0.125 好 0.125 好了 在我还没有继续以前 这个计算都一样 对不对 这个 a就是比方说在a层啊 所算出来每单位厚度强的受力嘛 s就是你的间距 这个strut的间距嘛 它除以8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所需要的这个well 所需要section modules 就这样算了 好 我们先回过头来 回到这张图 我们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都是工程师了 你作为一个工程师 想想看 说你这是很好的考题 我们刷了半天 这个也就是说 在a层 b层 c层 d层 所受的力量 每单位的厚度 所受的力量 可能都不一样嘛 没有道理说 它都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它连间距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垂直间距 水平的间距呢 我通常不会改 不要这个地方近这边远 这个施工想想就很麻烦了 但是会有个事情会发生 这个a层的单位厚度 所受的力量 跟b不一样 c不一样 d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按照这些数字算出来 我每一层所用的well 所需要的well 所需要钢梁的section module 都不一样 有必要这样做吗 你认为 没有必要嘛 找麻烦 对不对 干脆我在里面 最大的行程 就一路通通一样 就好了嘛 反过来 这是well 你这个很容易接受 接受 这个锤子的墙更可笑了 你有必要去 讲到sheep part 对不对 你把它这个墙的话 以四层支撑分三段 对不对 每一个算是一个 maximum bending moment 你就用这个最大的 maximum bending moment 来算这个 来找这个sheep part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 这一段moment比较小 用个比较薄的板状 所以比较大 用厚一点 这一路下来 分几段还分好几个 不同厚度的板状 这还得了 所以这个四公斤太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有必要弄这样子吗 有必要去把它分啊 分这个 这个 前面是 这个减之量啊 或等等 所以一个比较 更简单的方法 你再回过头来看看 反正 这个PEG 当年设计 建议 这个 apparent earth pressure diagram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吐压力都是怎么样 上下均匀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只有在 这个是软黏土上面缺一块 对不对 硬黏土下面也缺一块 如果说 我整个的分析 按照最保守的 反正我找的最大的bending moment 都找的最大值 就吐压力的最大值 然后呢 前面告诉我 最大的bending moment呢 等于这个嘛 对不对 我现在看侧面来看 等于这个 均匀的压力 乘上兼距的平方 除以8 对不对 或者呢 在结构上来讲 喜欢用这个方法 不要除以8了 这个不要除在下面了 前面给一个修正系数 C WL平方 为什么这样比较好呢 因为你这个垂直的墙啊 反正是一个连续量啊 不是个减资量啊 所以连续的量的话呢 根据过去的经验 你做很多结构分析的话 发觉这个C大概是多少 0.1了 不会是到0.125了 因为这个量明明就是个连续量 它不是一个减资量嘛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呢 回过头来 到你真正的问题 设计的时候呢 你就用你这个 Apparent Earth Pressure里面最大值 反正画 如果是长方形的土压力分布的话 你反正都一样了 如果是这个 这个上面缺个角 下面缺个角 你用最大那个土压力 是多少就算多少 然后呢 你找这里面 间距最大的地方 以这个图来讲 看样子是D4最大 对不对 把它当作你的L 你根本就不要什么切个几块了 这个W就是你的SigmaH 刚刚看那个Pack的这个 Apparent Earth Pressure里面最大值 这个L呢 就是你垂直间距里面最大的这个 以这个图来讲 就D4平方 你算出来的话 你会发觉 差不了多少 而且这个呢 还比较实际一点 为什么 这个0.125 就比这个多了25% 多了四分之一嘛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把它 明明是一个连续量 你硬是把它简化成一个 简质量 所以MOMOM就变大了 如此而已 所以垂直的单元是如此 水平 你换过来这个Wheel 也是一样的 你只要找这个里面 间距最大的 然后这个都把它 找出它对应的 最大的这个 也就是说 你分的这几层里面 对不对 这个里面 这个横向的土压力 是最大的 你还是一样 从那个 从那个 Pack的方法 里面找出来的 这个横向的 这个单位的厚度里面 所承受的 这个力量最大的那一层 依照那一层的 这个土压力的分布呢 这个只要乘个0.1就好了 WL平方 这个万无一失 不容易犯错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是额外的 课本上没有的 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那这个是 它说一个 Cross-section of long brace cut 很长的一个开发支撑 图10.10 Draw the earth special envelope Determine strut loads A,B跟C Determine section module C pile Section required Determine design section modules for the whales at level B 好了 它说这个 所用的金属 钢铁 所能够准许的 这个bending the stress 是170个NPA 土壤的 这个单位重 C1345 开发深度7米 所以γH2C 是等于3.6 是小于4 所以是用那个 Stiff Clay的这个 envelope 然后最大的 pressure 是0.3 γH 对吧 这个前面 这个 Pack的图 画出来 应该长这样子 对吧 就是0.3 γH γ算是7 H是7米 算出来37.8 那这是 sheet pile 对吧 你看它自己 在课本里面讲 2.75米最小 结果它自己 立体是2.5米 对吧 是我讲的 那你自己去试试看 1米 这个C值的话呢 按照它里面的立体 35kpa 这个 这个1呢 应该远低于 这个Tensor Crack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了 那这个是整个的 把整个讯息 全部用一张图 展示出来 那当然你摆Strat的地方 也就是你摆Will的地方 好 那它说 我们 Part B 算这个Strat A B C 三个 三层 对吧 的Strat 的Load 这个 要算的话呢 先从后面看 它三个支撑 就中间这个分两半 对不对 中间这个是内部的 另外两个是外部的 就不要分了 对吧 所以就A B1 B2 C 无此而已 那这每一块呢 都是一个静定的结构 这个题目立体做得非常好 又对称 算一半就好了 结果呢 只要算一个 状况就好了 所以这37.8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分布 对吧 你取这一点的A的moment的话 这个平衡 你就算B1 取B1的moment的话 你就算A 无此而已 对吧 那这个就可以把这个 每一个单位墙的厚度 所受的力量 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A 跟B1 它是利用力量平衡 都可以 你用moment也可以 算出B1 那么因为是对称 所以B1就跟B2是一样 C就跟A也是一样 都是单位的厚度 所受的力量 那这个数字 我前面讲过 不要丢掉 后面算Wheel 还要用的 那然后呢 你这个strut 所受到的力量 因为你水平的间距 strut的间距是3米 所以每单位墙的厚度 所受的力量 乘以3 就是它每一个strut 有受到的力量 在A层 B层的话 是B1加B2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是271 这个是 这个A层是162 那C层跟A层是对称 所以跟它一模一样 好 那这个C呢 是决定 sheet piers 所需要的section modulus 所以这边呢 要算sheet 这个modules 就需要算 这个最大的 这个moment 那在这边 它说 既然要算 这个最大的moment 就要找这个sheet force 等于0的地方 对不对 好了 你看回过头来看看 这个sheet force 等于0的地方 有几个可能的 它画了一个sheet diagram 那一个在这里咯 一个就在 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zero shear point 好 那 我们来看 好 这个reaction的B1 因为这个地方是candilever 这个是均匀的对 所以每一个单位距离 都会减低37.8 这个压力 所以算这个 zero shear force 的地方 就是1.196米 就是在距离B1 1.196的地方 有一个 对不对 就这个bending moment 是变成0的地方 sheet force变成0的地方 那 另外一个点 你可以说在A点 好 所以这个 我们算这个A点的moment 就是说我们把这一点 这个share force 从底下 跑上去那一点也算 也算的话 A的moment当然很小 A的moment算过来 算这个三角形 只有这一段 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1分之1 乘上这个37.8 这个1.75等等 1分之1的距离 这个只有这么多的bending moment 那另外一边 就算这一点 所以一个是在这一点 一个算这一点 这一点就很明显 这个moment会变很大了 那1.196 把它算出来 是在1.196的地方 这个moment怎么算 我就不在这边很细讲 算出来这个 这个27.303 比前面这个另外 算左边A点要大很多了 所以你所需要的section modulus 就是这个27.3除170 算出来section modulus 好 但是我这边要停一下 你试试看这个方法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37.8 把它当作我的uniform的这个 这个间距 对不对 乘上0.1 乘上 这间距多少 垂直的间距 2.5米 平方 你去试试看 答案是如何 这个是3米的平方 2.5米 2.5米平方 这大概是6 这180几 再乘上这个 你从这边可以看一看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这是3米了 这个 算well的话呢 它说 在B1加B2这个地方 承受的力量是最大的 每单位的厚度 承受力量最大 所以我们这个来算 这个变成W 对不对 S就是你刚刚的这个 这个WL的平方 对不对 这个S是3米 这边一样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 45.2加45.2 这个 3米平方 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候乘以0.1了 不乘以0.125 就是这个数字 这边一样的 45.2还是加45.2 3平方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也不要除以8 这边乘以0.1就好了 数字比它还小一点点 如此而已 那 所算出来的 这个 所需要的section module 叫这个 这个 这个算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从 你的 刚梁的这个规格里面 去找到 所需要的section module 这个 刚梁 因为 你的假设 他说这个 这个shear force diagram 这个是 嘿嘿 你的 sheet pile 垂直的 把它躺平了 来看 这个sheet pile 明明本来是个 连续的量 你硬是把它切开来 做假设的一个 一个简化 然后再来画 shear diagram 本身是没有道理的 你画的东西跟实际是根本是脱节的 好啦 他既然画也没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呢 要把它画这shear diagram 再来算 这个moment diagram 这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 在真正的 一个连续的量 我给各位画 这是把原来的sheet pile 本来在地里面是垂直的 我把它变成水平了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对不对 这个bending moment呢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东西 是连续量 对不对 你现在把它变成这个 水平了 把它变成这个 一个 切开来的话 这个应该就这样子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类似这样的状况 这个moment分布 这个地方就变成0了 所以这个本身是很没有道理 所以画出来也没道理 这个很容易误导 好啦 所以在工程上 你就用那个0.1WL平方的公式算出来 就可以了 基本上非常类似 回去试试看 因为我在工程上 我垂直的这一根柱子 一个墙 我不可能上面跟中间跟下面 因为这个最大的bending moment不一样 我会用不同的section modules 来选择我的材料 从上到下都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找到最大值就好了 所以最大值就对应到 这个垂直间距最大的地方嘛 然后呢 你这个土压力 就找到最大土压力算就好了 这个把它当做你的W就行了 好 再看一个例题 它说Braze cut 是看图10.11 长这个样子 旁边是沙土 还是一样三层的支撑 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Tensor crack 所以两米 这个终于符合它的要求 三米 那这个Gamma也有17 Fit prime 35度 C prime等于0 Strax这个时候是4米 还是一样的 不要忘了 你要去感觉事情 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是看1234 1234 这个课本上1235 我觉得1235算了 你是交通大学的学生 这会有点感觉 你到现在应该有的感觉 沙土 是比较好的土壤 稳定性比较高的土壤 强度比较高的土壤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例子跟前面的例子 沙土的时候呢 我的垂直的间距 就变3米了 这个开挖深度也变大了 整个是9米的 3米 然后呢 水平的间距呢 也变4米的 前面的例子是3米 我们来看看这样可不可以 我把每一样都加大 加大的话呢 你的bending moment也变大了 bending moment变大了后 唯一还能够 这个如果要能够过关的话呢 就是你的土压力要变小了 对不对 你看看土压力为什么变小了 我画这个pack的图的时候 这个sigma h 是等于0.65的γ h k a 粘土的话呢 那sigma h最大值是0.3的γ h 对不对 那这一看 这大一倍怎么会小 你不要忘了 这边要乘个k a k a只有零点几而已 对不对 好你看 35度的时候k a变0.27 对不对 所以sigma h 他讲sigma a了 是0.65γ h 所以26.95 那你比较一下 刚刚看的那个粘土呢 0.35 乘下来是多少 37.8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最大值37.8 0.3γ h的话 0.3γ h 是37.8 对不对 所以sagot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 所以它的涂压力就小很多了 那后面呢 所有的计算都反映在这个比较小的涂压力 剩下来的就 没什么好讲 一模一样 反正我也切三段嘛 这个要切 这个只要B切开就好了 这个这两个是外围的 这个B切开来是B1B2 下面是一个玄壁 下面是玄壁 每一个都减值量 就好办了 当然现在不对称了 下面是两米 这个是一米 如此而已 那 因为土压力沙土是均匀的 上下都是这样子 26.9 所以这个一半一半分开来 每一个都是一个 禁定的结构 所以C A 跟这个B1B2 很容易都算出来 我这细节就不在这边慢慢退导 所以全部加起来 A 是这个 乘上它的spacing4米 是449 这个233 28 287等等 好 沙土 所以你现在应该有这感觉 在沙土的话 这个土壤比较稳定 一般来讲 沙土比较不容易发生问题 我们在校园南边的开挖 就是沙土 里面还有历史 一颗一颗的 所以就可以用冰装 所以就可以用冰装 Soldier Park 跟Wood Lagging 用这个木板 就可以了 那 再看一些 国际间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Case Study 这个是 这个是 马州 这个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这个应该叫Boston Boston在 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 改善Boston的交通 做了很大的投资 大概是200亿美金的投资 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公共建设 只针对一个城市而已 Boston的人口 跟我们新竹市差不多 只有三十几万人口 他愿意投资 200亿美金 那 这个 这是一个支撑 总共有17.7米深 上面是田土 下面是粉土 再下面是Till 什么叫做Till呢 Till就是冰河的沉积 这个在北美洲 曾经被冰河压过 冰河退走 退了以后 那这表示是很 一般是由沙子 跟栗石 跟粉土混合在一起 而且是很紧很硬的 这材料 这个将近20米的开挖呢 这个支撑只有 12345 就五成而已 这表示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材料 那这下面是岩石了 那 到底要把这个当作 粘土来算 还当作沙土来讲 搞不清楚 这两个都有 也不能讲两个多 两个都比较偏向于这个沙土 这个Till是比较偏向于沙土 而且是很强的土壤 非常硬 这下面摆那么多是没有道理 这个下面土压力会比较小 但是它还是帮着用这个PAC的理论来算的 这是粉土 所以这课本上我们两个都来考虑一下 那如果是把它当沙土来看的话呢 这个土压力重大到位是53.52 如果当粘土就大多了 145 看你把这个粘土的强度当什么来算 把它当作沙土来算的话呢 在12345这五层里面的支撑的力量 分别是这个数字 这是KIP的 这英字 是千磅 一个千磅是半顿的 500公斤台币 500公斤不是台币 500公斤这个500公斤 就是半顿的 那如果说用KLAE的话呢 这个就所说的力量就大多了 那这实际量测到 这个表示说这个方法呢 大部分都有问题 这个有的是这个 比方说这个上面比较偏向于沙土 下面比较偏向于粘土的估算 那这个是一个个案 这第二个个案呢 是芝加哥了 这个National Plaza 这是叫什么 国家馆的 在南半部 在这个开挖的过程中 中间是有这个隧道 我前面讲过 芝加哥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 是这个盖了一条地下铁 叫loop 对 这个环线 芝加哥环线 所以这个开挖呢 这边写的不对了 这是负时期的 所以这开挖深度是20几米的 这正的4.36标高 这个是负的17.7 这是负18嘛 那全部是用sheet pile Mz38 这123456 就有6层了 这个里面加一个空的 一个隧道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当然这里面就有粘土 大部分是粘土 这个上面是一个杀土的填土 在不同的elevation 这个不同的深度 所量到的力量 strut所承受到的力量 所以全部加总起来是2337 每米的后这个所承受的力量 那这个是利用pack的envelope 就考虑它是软黏土 那这个是把这刚刚的力量呢 加总起来呢 把它分布开来 用这个envelope的方法 把它分布开来 看起来应该是这个硬黏土的方法 但是硬黏土的形状 但是是软黏土的量 这个分布的量 那这个表示说 这个pack的方法呢 对芝加哥的土壤还是可以了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用这个平均的 黏土加全平均的 有不同的深度 对不对 有不同的这个 多排水减压强度 好 那刚刚讲了两个个案 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需求了 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bottom heath 那当我在地层里面挖了一个大洞 旁边的土壤都还在 都是有重量的 压在这个下面的土层上 这一块呢 所以硬力不见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造成一个硬力的不均衡 那如果是粘土的话呢 多多少少 这底下呢 都会浓起来 都会鼓起来 那这个鼓起来的 这个会不会是 只是鼓起来一点点就停了 这是一件事 这个还好 如果说一鼓起来呢 就不停了 继续鼓起来 那这个就不是开玩笑了 如果说这个继续鼓起来的话 旁边这个 只能不灭定律了 这个地方鼓起来的话呢 旁边就要陷下来了 那这个线多的话旁边就垮掉了 那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一些照片了 这个我们来看 这个鼓起来很多的话 发生什么状况 那过去的经验 我们把这样子一个 挖掉的土壤 当做一个 也当做一个浅基础的 这个极限承载问题来分析 就好像呢 这个开挖的这个边上 有一块的宽度的土壤呢 当做是个基础 这个基础上面有加载 Q 表面加载 那然后呢 这一块土壤的边上呢 又有 假设只在粘土 只有在粘土里面 才有这个底部的 拱起的这个问题 那它的强度呢 这个是帮助你 不让这一块土呢 朝下降 那你把这个Q呢 是不好的 是帮助你会把这条土朝下压 这个C呢 或者不排水减力强度 SU呢 是帮助你把这个土拉住 让它飘下来 剩下的力量 这个Q再加上土的重量 减去这个旁边的这个 不排水减力强度的力量呢 全部加在下面这个宽度的地方 就变成像一个 浅基础寿宰一样 那这个剩下来的 就是相当于一个 浅基础的存在值 对啊 我们知道粘土的话 QU等于CNC 对不对 我们前面很早就学过了 CNC大概是5点多了 那如果说这个开挖是很长的话呢 这个NC大概是5.7了 那又是Rough Foundation 如果底下是很粗糙的话 好了 那所以把这个旁边有一块土壤 当作是一个浅基础 受力的话呢 它所受的力量就是刚刚讲 γ乘上H 这个土壤的粘土的总单位重 乘上开挖的深度 对不对 再加上地表的加载 减去 这旁边有不排水减力强度 帮助你把它拉住 对不对 总共的这个力量是C乘上H 开挖深度 对不对 除上B' 这是我假设的这个宽度 这个受力宽的宽度B' 叫B' B'是多少 我还没讲 先假设我已经知道了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QApply的话呢 应该是要 要小于QU嘛 对不对 或者呢 这个抗地底下 隆起的安全系数呢 就等于QU除上QApply 是不是这样子 那 所以这个安全系数呢 就是QU除上QApply 来 等于这个 那如果说 我开挖的 这个长度不是很长 接近一方的 或者是比较短一点 那这个NC呢 在做一个相当于 我浅基础里面 还有一个什么 Shape Factor 对不对 把这Shape Factor也沉进去 那这个下面 也有一个Shape Factor 通通都沉进去 那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讲 B'到底是多少 我说 先假设 我知道B' 如果说 你开挖的底部呢 这个粘土的 软粘土的厚度是有限的 它的厚度是T的话呢 那你的B'呢 就是T 根据这个破坏机制 你画出来45度线 大概是个T 这个T是多少呢 你B'就是多少 如果说 你这个 厚度呢 上面粘土的厚度 很厚很厚的话呢 那B'就是B 开挖的宽度 除以根号2 那 所以这两个里面 哪一个小 就是它 好 那这个是整个的一个 一个 估算的方法 那 这里 课本里面 在 这个节骨眼上 又提出来说 好了 曾经啊 有人提出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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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居然他讲的是张 一定是一个 一个华人 我们就 用一下 好了 他说啊 这个 前面这个方法 都是用 这个减法 我们要用加法 怎么讲减法 加法呢 他说这个C啊 有这个C呢 是帮助你 把这个力量抵消掉一部分 是从你的加载的地步 Q'要减掉 他说把这个C加到上面来 帮助你 这个抵抗 这个土的压力 这也没什么不对了 然后他说这个 NC呢 事实上也应该 应该把这个当作一个负的 承载的公式 就是说 你把这边当作一个浅基础 朝下压 应该把这个当作一个浅基础 开挖的宽度 然后你的加压 加载是负的 朝上拉的一个基础 那照这样子来算的话呢 你的基础底下不是Rough 是这个非常Smooth 空气嘛 所以这个NC呢 应该是5.14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方程式就要稍微修改一下 原来这个C是减在下面来的 先把它摆在上面来 原来这是5.7的 变成5.14 那然后呢 B'如果T是小于B 开上根号2的话呢 那就是T 如果B'呢 如果T是很厚很厚的话呢 那你就等于B 除以根号2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基础的 空气的基础 就是你把挖掉的基础宽度呢 最多最多是 根号2乘以B' 那也就是说 这个宽度呢 也受制于下面 粘土的厚度了 这个当然如果说 很厚很厚的 这个根号2乘以B' 就是跟这一模一样 你本来除掉再乘回来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T不是很厚的话呢 那就受制于下面粘土的厚度了 如此而已 这样的话呢 B'就有了 就是你的对应基础的宽度 好了 那另外呢 所需要的安全系数 这边讲到1.5 课本上 我在什么地方讲 无论如何呢 安全系数呢 绝对不能够低于1.5 那这个是非同小可 最后面我会讲到 这个开挖的安全性 跟它的这个旁边所产生的这个呈现 这个跟这个底下的拱起 或者隆起 抗隆起的安全系数 有相当大的关系 1.5 这一定要维持住 没有的话呢 这个就会 这个下面会隆起 旁边也会呈现 这个 好 那根据 张的这个 分析 用它的方法 你看算出来 找出过去曾经 整个破坏掉 开挖之声 整个破坏掉 或者部分破坏掉 你看它的安全系数 如果是整个破坏掉的话 你的安全系数 就差不多是1左右嘛 或者少许低于1 所以它这个方法是 这个合理的保守 多一点点 它就破坏掉了 所以这是他讲的 这个 如果安全系数不到1.5怎么办 科本上讲了一半 讲了一半 就把这个开挖的这个墙 延伸到地底下 更深的地方 那这个更深的地方呢 这个会阻止 这个 下面隆起 那这个 讲了一半 不太好 基本上是一个下面 是被动土压力 跟主动土压力 一个平衡 那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的隆起的这个机制 就会被这样子一个 钢板装所阻止掉 那 他也没有讲到 贯多森对前面安全系数 怎么影响都没有了 这个所以没头没尾 我看最好还是不要讲 你了解到 有课本上有两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机制 比课本上讲的要再多一点 那这个我们就还是 跳过去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课本上讲一个例子 图10.19 就这个 这个开挖深度是5.5米 粘土 这个C只有30 开挖的宽度 就是那个B了 3米 后面的软粘土的 这个厚度呢 只有1.5米 这个 开挖旁边 没有这个加载 Q4等于0 那用这个脏的方法 算它的抗隆起的安全系数 那基本上把这些东西都带进去了 B除上根号2 是2.12 然后T呢 是1.5米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这个B'呢 Double'都用根据T来算 那这个B'呢 也是根据T 因为它比较浅 所以这个把它带进去 B'就是这个T 开成程上根号2 B'呢 就等于T 是1.5米 所以2.12 整个带进去呢 就是2.86 安全系数 这个计算 在真正工程上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这个低于1.5的话呢 这个开挖就非常危险了 这个危险会发生什么样状况呢 我们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些照片 那刚刚讲的是沙土 谁规定开挖里面都是沙土 那如果说是粘土 这个谁规定 这个开挖底下都是粘土 那如果是沙土怎么办 沙土的话呢 比较担心的就是 涌水了 水进来的话呢 在你们土壤力学学过了 如果说 水进来的产生的gradient 大于临界的gradient的时候呢 土壤的强度就会失去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现象叫管涌 我们先看到下面一张图 你如果画这个flow net的话 外面的水位跟内部的水位 比方说是这样的话 每一个net 每一个flow net 每一个网格里面 它的能量的损失都是一样 是不是这样 比方说 这个的话 12345678 化成8个8阶 每一阶里面的能量损失都是一样 那也要算gradient的话呢 这个就是全部的能量差 是h除以8 每一阶 每一个net里面的能量损失 都是h除上8 那距离越短的话呢 这个net里面 这个网格里面的gradient就越大 对不对 这还不讲 这个水是这样子流的 所以在出口的地方 水的流的大部分朝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 要分析piping 最重要的是看这个 exit gradient 因为一般来讲都在水 要出来的地方这个gradient是最大的 因为你的流网是最小的 然后它又朝上了 是跟你的重力方向是反过来的 当它的gradient接近于1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水压呢 就把这个有效应力整个抵消掉了 这个时候你沙拉土的强度就没有 那这个计算呢 我在这边别去捣了 Critical gradient大概是1左右了 因为这个沙拉土的这个固体的比重 大概是2.6 2.7左右 然后这个孔系比 大概是0.6 0.7 所以你这一算答应就是1了 那我们一般呢 这个抗piping的安全系数要到1.5 也就是说 这Critical gradient要在1以下 在1除1.5以下 大概0.6 0.5左右 好了 讲完这个 我又要讲了 你们要去思考 你说作为一个交大的学生 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听 这很遗憾 准备回家可以在网络看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 你认为我在开挖的时候 会让这底下有这么多水吗 听听各位的评论 你会让底下有这么多水吗 不会 那你要怎么做 要加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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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个这样子的土壤呢 我会做排水 我加泡 把这个水抽干了 所以这里面 而且不止在水面 是下面 就有一段距离都没有水 所以这个状况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你难道要工人在里面穿潜水衣工作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议题是虚幻 那 好了 我前次跟各位讲过 在竹北的高铁车站旁边 顺尾营造 是你们学长开的营造厂 正在盖一个很大的工地 将来这个地方会是一个旅馆 有什么商场等等 它下面的开挖也是一样 在那个地方土壤跟交叉内部差不多 都是沙土 还有很多历史 透水性很高很高 那你看地下水位就很高了 你看到工地有开挖 挖地大概四五成那么深很深 一点水都没有 但是你走到周围去听听看 水的声音好大 为什么 它下面就有pump 在抽水 抽很多的水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 既然我要抽水把水位降低 根本就没有渗流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管涌的问题 但不表示说它绝对不会发生 发生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发生 比方刚刚有人说 我做防水 这是真正的一个防水 这些人胆子都蛮大的 这个是连续壁 在台北发生的 很深的地方的这个连续壁 发生漏水 你可以想像看 这些连续壁深度少说十几二十米 十几二十米的水头 你算看压力有多大 突然破一个洞 这个水喷出来 最起码像这个样 那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非常快速 如果不赶快处理的话呢 你任这个水流出来的话呢 第一个你的开挖的内部 就变成油纹池了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你旁边这个 不只是会进来干净的水 连土一起带出来 所以旁边的房子就垮掉了 好 这就是这个看更清楚一点 对吧 好 那 课本里面 不过当然列出来要做正流分析 化流网 还可以讲一些这个method of fragments 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个流网 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根本就不需要 反正一方面 你本来就不需要做流网分析 因为你要抽地下水 把地下水降低嘛 就算要做的话呢 电脑程式跑掉 这个已经没有人在用了 所以课本上我们就不讲了 好了 给各位看几个 我们周遭曾经发生过的 这个开挖支撑没有做好 所发生的破坏 这个离我们非常近 这个就在烟坡饭店旁边 那个假隧道 各位没看到那个假隧道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西 克雅西 克雅西隧道 你穿过这个隧道底下 就到那个新竹市的殡仪馆 这当时在开挖的时候 那后面这个墙呢 整个倒掉了 因为不清楚 看不出来 看下面张图 你看整个的墙呢 倒掉了 这一个墙呢 当年的设计的这个工程师呢 认为这旁边的 这个砂砂 你看现在是砂砂 他说这个是砂研 非常稳定 所以根本不需要支撑 也就是说这个 下面是一个一个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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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庄了 这个厂住庄 就够了 悬壁市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支撑 这个深度有多少呢 只有16米深了 到现在你应该知道 16米深很深很深了 那结果就垮掉了 还好呢 垮的时候呢 是在过年了 没有人在工地了 否则的话呢 就发生人命了 好 好 这个是我到西雅图去 去拜访的时候 看到西雅图的小镇上 在挖水管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个简单的支撑 你看 就横撑了 这个大概最多是2米深了 那这个是美国的法律规定的 当你开挖深度超过1米半的时候 差不多5英尺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这个保护 这个在地里面 你人在哪里 就是这个要在哪里 如果说人距离远 你要多摆去 好 那这个好处是 这个都事先做好了 钢板做好了 一摆下去 你人在里面可以挖 挖完了这个 你要在里面装水管 这横过来装 装完就掉起来了 所以这很方便 那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现在偶尔还发生了 我们在台湾就有这个工人 为了 不曉得是工人还是老板 为了节省成本 或者省时间 只有几米深 只有几英尺深 2米以内了 很快 哇一哇很快就过去了 那结果就垮下来 就把人压死在里面 所以这个在 一个严谨的环境里面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不可以 没有支撑的状况下 人不可以到地里面去 好了 再给各位看一下照片 这个是在 1990年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 破坏的个案 这个看不太清楚 这个就很清楚了 你看前面是平的 对不对 后面是歪的 有可能这么歪吗 房子是沿山坡盖吗 还是说房子歪掉了 这个在北头 北头的这个土壤很软 这个叫土壤力学量 灵敏度非常的高 开挖的时候呢 就造成了土壤的扰动 破坏 那这个底下原来是连续壁呢 这个房子这个面呢 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一面 事实上是斜了 房子已经斜掉了 那这个支撑了 这个什么叫做buckle 你看就知道了 buckle 这个横向的支撑很显然是不够的 那这个是台北现在的军月饭店 这个是基隆路 军月饭店 这后面就是国际会议中心的 军月饭店在开挖的时候呢 曾经垮过不止一次了 垮过好几次了 这垮了以后长什么样子 当然那个时代 那个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一九八五年的时候 这个台湾在这方面的技术 还不是很成熟了 经验不是很丰富了 好了 早期的时候呢 这是1993年的时候 你看 什么叫做buckle 就是这样buckle 那你说那再戏剧化一点了 那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呢 稍微有一点点迹象是怎么样 房子发生裂缝 所以现在的法规 如果你要在别人的房子旁边开挖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先找祭司工会 到旁边领房先去做记录 墙啊这个签字照照相 到底有没有裂缝 不要到时候发 明明是你原来就有的裂缝 灌到我头上 但这都是真实的 因为开挖造成的裂缝 长这样子 简历裂缝 一定都是45度 或者接近45度 好 那这个比较精彩的 一辆很高级车 掉下去了 来 整个 这个就是开挖 内部隆起 旁边就是呈现 呈现到很大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大洞 这种类似这种状况 在20年前的时候呢 这种事情在台湾经常发生 工历太多了 然后呢 法规还不是很完整 这个整个的工程的系统 还不是很完整 整个都垮掉了 地层的下陷 外面的地层的下陷 那开挖在这边呢 地层的下陷 永远是长这样子 越接近地层的地方呢 开挖的越深 深度呈现的越多 好 这个接近课本的结尾 这一章的结尾 不是课本的结尾 这个墙呢 会成横向的弱化 然后呢 同时呢 会造成旁边 土壤的下陷 那 他说 time lapse between activation and placement supporting elements 我开挖 不是一次挖到底 然后把支撑摆进去 一定是挖一层 摆一层 挖一层 但是挖完了之后 等多久 是挖赶快就摆呢 还是等多久呢 这个问题就是 这就是施工的品质了 跟施工的管理 当然这个时间尽量是不要有 时间差 但是呢 比方说 我挖成挖到某一个深度的时候呢 已经天黑了 八点钟了 七点钟了 好吧 叫工人回去啊 明天早上再来啊 那更精彩的是 就是 过年了 等会过完年再回来了 那一等就等一个礼拜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充分的时间 这一段没有支撑的时候呢 造成周围的房子 这个地层的这个位移 他这边大概根据过去的经验 当γH1c小于6 现在你知道这个叫做stability number 稳定数 对不对 越小的话越好 extension of sheep are can help in reducing the letter units 你说你把这sheep pile 抓深一点 这个讲这个话有点没有意义了 这个如果是sheep pile 视线都已经全部打好地里面去了 这个 所以这课本里面也没什么道理的 那如果是γH2c大于8 也就是稳定数太小 太大的时候 就很不稳定的时候呢 extension of sheep pile may not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letter of yielding 那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课本上讲的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或者这个实在不行的话呢 就根本不应该用这个sheep pile 这个课本里面讲这个不合逻辑 好啦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induced ground settlement sig delta v 这个一般根据过去的经验 这个外面 这是你墙 你的墙变形的同时呢 就是你在外面的地层的产生呈现的时候 那一般的课本上面也有没有讲 这个墙呢 最大的横向的位移呢 大概跟外面的土壤最大的垂直的位移 两个是相对应的 一比一的关系 那 你看 这个墙 支撑 有支撑的墙呢 这个横向的位移呢 通常上面会比较小一点 下面才是大度型 因为你上面有支撑了 把它顶住了 好 那同时呢 墙的外面的下陷呢 是成这个形状 然后呢 这个横向延伸的距离呢 不是无穷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 交通大学内部开一个挖 开一个挖 光复路上有个房子说 我房子也发生裂缝 一定是交大里面开挖把我搞坏 这个 这个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个能够影响的这个宽度 最多是开挖深度的 一般来讲是两倍的 极端的状况下 会到三倍 两到三倍最多了 好了 这个是PAC在1969年的时候归纳的 它归纳是会到四倍的 无所谓的 但这真是后来的数据 都最多到三倍了 这个就是ABC 这个这条曲线呢 就是这条曲线 你把这个弯回来 把它当做直线看过来 这条曲线反过来 就是这个PAC 这个曲线 又是一样 它根据过去这么多开挖 所整理的曲线 ABC 这个是Sand and Soft Clay Average Workmanship 这个在区域 这个呈现量就比较小 这个沙土 跟软黏土 如果是非常软的黏土 就会到这边来了 影响的距离也会比较远 这个呈现的量也比较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是你开挖深度的百分之二 你想想看 如果是开挖是十米的话呢 百分之二不少呢 就百分之二 十米就一千公分了 一千公分的百分之二 是二十公分的 也就是说你这边开挖 十米的话 旁边 呈现量最多就有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对房子的话 就会产生真正的破坏 好 那这个有些其他的人 收集了一些数据 比较新的数据了 153个个案 Delta V Max除上H 大概是0.1到10% 如果Soft Clay的话 这个10%不能看 平均只有1%了 如果是Stiff Clay的话 百分之0.18% 好在了 绝大部分的话 颗粒性数据更小 这个0.33 这个没有道理 这个大概都在1%以下 重点 然后呢 这个Delta V 发生最大的地方 大概在什么地方 大概 这个XPine 用H来表示 大概是0.5 就是说 开挖深度一半的坚距 的距离水平来看 也就是说 这个会回来一点点 不是像Pack讲的 一路下滑 那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了 这个最大的影响的范围 不是最大的呈现量发生的地方 在距离开挖深度2倍的地方 那你了解到 这个开挖所产生的地层的位移呢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在某些状况下 它会像一个碗一样 这个像一个碗一样 或者是 这个 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分布 好了 这个没有必要去背了 大家了解一下 不同的位置 会发生最大的垂直的呈现量 好 那水平 所发生的最大的位置 大概是在0.5 就开挖的一半的地方到最底下 这看你的这个土层的状况 这根据过去的经验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尝试的数字 这个经常发生一些法律诉讼 如果说不符合这上面讲的这些数字的话 那你就可以挑战它了 就我刚才讲过 你在光复路上的房子发生裂缝 跟我交通大学开挖有什么关系 好了 那稍微了解一下一些照片 我们怎么做连续币 以台湾来讲 绝大部分 尤其在都市里面 比较密集的地方 都是用连续币的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怎么做的连续币 因为你们不少的学长 就去在营造厂做事 就是做连续币的 这是一个什么法谷山 这个在北投 一个小的公里 但是每一个程序都有了 这个叫做连续币的倒沟 混凝土做的 因为我的连续币的挖 这个挖到 开挖的这个上面是钢索掉的 会晃的 没有这混凝土的话 保护住的话 这个沟越挖越宽了 然后中间通常会做一个平台 因为工地都很小 这样子车辆可以进出 这个下面挖空的地方 就来堆这个什么稳定衣等等 废土 这就是开挖的机器 这就是那个clamp shell 这个bucket 这个螃蟹角的挖掘机 不同的系统 在有稳定的状况下 开挖 挖完了之后 把钢筋笼掉进去 不要小看 这钢筋笼 动不动就是二三十米 你开挖深度有多深 它就有多长 掉起来非常可观 非常大的一片 那这个是干什么呢 这旁边的布料是干什么 用了防止漏水了 刚刚刚了解到 你这开挖下去 到时候这些东西通通都曝露出来的 如果说有漏缝的话 这个水压是非常大 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个整个竖起来 掉下去 来 掉到地里面以后 就用这个就是特密管 灌混凝土 这个灌好之后 这个做监测 看你挖到这个墙有没有动 动多少 做记录 所以整个的过程 用图好像给各位看过了 这个就是climb shell bucket 一道一道挖 而且是跳摇式的 挖的过程中 里面都有稳定翼 然后挖完之后 两边摆了两个钢管 造成一个一公一母的形式 中间是钢筋 然后用特密管 把这个混凝土灌进去 一面灌混凝土的时候 一面这个导管 要开始朝外拔 否则会拔不出来了 这个导管造成了 这里面两个凹槽 等你下面 就做下面一个panel的时候 这个混凝土就朝到凹槽里面 滚进去 一公一母 就闭锁得非常好 就不会漏水 这个一个一个做好 再继续朝下挖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那世界上几个比较主要的工程 给各位看一看 这个是被炸掉的 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 当年的这个连续币工程 那这个是国际间做连续币很有名的公司 这个是意大利的ICOS 这个2012年的时候 我有幸又再去这个地方看 这是现在的 这是我照的照片 不是艺术家画的 这个是纽约的这个世贸中心 应该差不多了 好 这个是芝加哥的Water Tower Place 那 Toney 这个是日本的做这个 深开挖的机具很有名的公司 所提供的一些照片 这个工程大概在1970年代就盖完了 那这个是 在美国的Arkansas 又是ICOS 来 意大利的ICOS公司 所做的 这个Cut of War 这是用Diaphragm 连续币 在 河流里面 做完之后 这里面 外面水位这么高 里面可以开挖 完全是干的 那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连续币开挖的深度 现在的技术可以很深很深 这个在芝加哥在1970年代末期做的 这个叫做 我现在忘掉了 就是这个 芝加哥市内的雨水 不是直接排到旁边就是密西根湖 先排到一个地下的水库 然后慢慢的抽出来做 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才排到密西根湖里面 那这个隧道有多深呢 大概六七十米深 这全部是连续币 这谁做的呢 就是Sumitomo 就是这个鹿岛 那这个是波士顿 也是波士顿的这个 这个就是Tibac 这个贝拉开挖 所以开挖这个支撑呢 内部全部都是空的 不需要有支撑 那这个是台北捷运在最疯狂的时候的 你从天上开下去 这是新一路了 这个内部的支撑 这就是你看到的Straught 对 这里面很多很多的internal support 因为这个距离很大 不撑的话呢 就会buckle 你想想看 如果新一路有发生一个刚刚那样的buckle 整个破坏的话 它会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就大事件 对吧 这是高雄捷运 高雄捷运这个里面的支撑 这个就是里面的internal support 防止这个Straught buckle的这个支架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个就是internal support 这个是它的Straught 这是连续臂的 这个给你了解一下 在开挖支撑里面 为什么这个Straught的垂直距离不能够太近 这是一个挖土机在里面工作 那这个旁边就是海 所以必然是要排水了 把里面水抽干了 所以根本没有piping的问题 这个水都没有了 哪有piping 同时呢 不但在做 把地下水 同时在这个开挖的 在这个捷运 开挖的过程中呢 不断的有做地下水的观测 确定里面是水位 没有突然增加了 而且呢 这个 这个膜先看不太清楚了 这个膜 这个可以 从边上可以看得出来 背后是有这个防水膜的 这个连续臂 后面是有防水膜的 好了 我们第十章讲到这一章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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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到